我的山水画的特点是不断地在变化 以前我觉得很奇怪 我说北方画家那么喜欢用色彩去表现 到了北京来以后我才明白了 北方这个地方春天是绿的 夏天是更加的浓绿 茂盛的 到了秋天 落叶了 枯枝比较多 那一到了冬天 甚至还有雪 它一年四季不同 它色彩肯定是变化 所以我也被这样的一个四季变幻所感动 我也开始尝试用色彩 一开始用色彩 一开始用色彩才画的时候 很多人都觉得你画得不好 没有以前画得好 画的别人肯定不想再画下去了 还是画以前的吧 你又是一个被大家认为有自己风格的画家 你要改变人家会不认你的 那么你要纠结 你要选择 我后来依然放弃了那种功利思想 我要在艺术上要探索 我还是从我的本性出发的 所以说我依然觉得那就是尝试那种色彩 从一开始确实画得很糟糕 到后来慢慢慢慢有点体会 到今天自己有一些收获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的艺术人生 因为每一副创作都有它的 使命存在的特点 和它被依然的特点 和它被依然的特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